一到夏天伸水伸汗 沒有冷氣機真的不行 不過經常開冷氣 電費豈不是很貴 市委會今期幫大家測試了 13款一匹半窗口式冷氣機 結果發現變頻式冷氣機 容起上來比定頻式 省電27% 現在我們的測試發現 變頻式冷氣機 其實省電量比定頻式冷氣機 省得更多電 主要是因為它不需要 不停地升降開開閃開 而我們也發現 市面上的變頻式冷氣機 應該會越來越是趨勢 珍寶與格力 這兩款 評分最高 都是取得四星半高分 市委會說 他們的制冷季節性表現 都超過4.5的水平 代表制冷量高 而他們的電費 是13款冷氣中最低 每年平均少於$1,500 剩下8款變瓶式冷氣機 平均都有四星表現 它們的制冷系數平均都有四以上 每年電費大約$1,500 省電得來制冷表現都不錯 不過這3款定瓶式冷氣機就比較輸蝕了 它們的制冷系數只有3分 不過每年的電費都接近$2,000 相對來說就不太划算了